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二 来看今天的汽车资讯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荣威发布了全球首款搭载 云游S4Car系统的量产互联网汽车RX5 现在荣威正式发布了新车的官图 新车前连采用一盏格栅设计 并且与左右两侧的前大灯组相勾连 使得前脸看起来相当的宽阔 前大灯采用了全LED光源 很有科技感 内饰设计也非常精致 10.4英寸的中空大屏非常的抢眼 有点特斯拉的感觉 一表盘采用7英寸液晶屏 与传统的指针表盘相结合的设计 非常独特 动力方面 新车分为RX5传统动力版和 ERX5新能源动力两种版本 前者提供1.5T和2.0T两款 涡轮增压发动机可选 而ERX5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官方还未公布详细信息 官方称更多的细节将在6月份 为大家揭晓 近日有消息称 奥迪计划在2018年左右 推出一款全新豪华中大型SUV 奥迪Q8 并放出了一张假想图 据悉新车将与全新Q7同平台打造 采用更加运动化的设计 车身将加入大量铝合金 碳纤维等轻量化材料 争取将总重量控制在2000公斤以下 动力方面或将搭载3.0TV6汽油发动机 或4.0TV8柴油发动机 并且还会推出插电式混动版车型 以及纯电动车型 据外媒消息 全新一代Jeep木马人将可选搭载一台代号为 巨峰的2.0升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约为300马力 此外Jeep品牌设计总监还表示 全新一代基本马人将推出混合动力版车型和皮卡车型 并在车架中加入铝合金部件以实现轻量化 同时硬桥悬架方正的造型 以及非承载式车身的结构将悉数保留 日前有外媒爆出了一组凯迪拉克新款CTS的实车图 新车前进隔山采用四横幅设计 logo位置更加靠上 动力方面新车将继续搭载2.0T4缸和3.0升V6发动机 前者最大输出功率为276马力 而后者则会有高低功率两种版本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340马力和426马力 此外新车还将推出一款混动版车型 传动系统也将升级为时速自动变速箱 据悉新车有望在今年夏季亮相 并在年底正式量产 同时被曝光出来的还有奔驰全新一级旅行车的测试叠照 新车避住之前与在售的一级三项车 基本保持一致 重点是首次曝光了新车的尾部轮廓 新车尾灯组的设计更加低调 内部采用了LED光源 排气系统为双边共两处的设计 并进行了镀铬处理 动力方面新车与三项版车型相同 提供包括2.0T、3.0T在内的多款汽油发动机 传统系统预计也会匹配9速自动变速箱 日前标志骑车CEO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新一代标志508将于2018年发布 新车型将拥有更加独特的设计风格 同时将在舒适性上进行加强 未来新车极有可能与雪铁龙或DS品牌 共享平台进行研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ager获取更多的内容 汽车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